臺灣的藝術水果好 國間改水 改水 改文 稅荷 好朋友 我們這樣說 從小到十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那每二 都二 都二 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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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人家是說嘴好兩萬五 跟日本時代有話不一樣 總是這句話就是在標示 用過好用過拼的 都沒有半點的勾矩 只在你唱 這樣嘴好兩萬五 價格越發越貴就對了 當然郭靖在說笑談 沒辦法說人家那麼開心的 同樣說什麼我一幾歲 幾乎十萬 這是古代的俗義現代英雄 原來有人說嘴好兩萬五 好到五就是倒極 就是說價格越發越貴 不知道你賺的就對了 再來第二句 我們要說 台灣穿的一斤十六牛 那穿子拿起來 十六牛剛好賣榜 不過你如果假穿瓜給人 十七牛就聰明 所以很多做老闆人來買藤買鹽 他的調節比較好一點 把穿子穿給聰明 十七牛我假穿給你好嗎 從古代的這個 表示說做生理真功德 十七牛當然這支穿子就聰明 不過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這句話在應用 不是說那種端中 這句話在應用 往往在社會上 說十七牛聰聰 要緊重點是 每一天都聰聰 那些人已經離開世間了 你也知道 台灣人說話比較有氣氣 比較沒話說 對那裡死去 所以十七牛聰聰 這不是說該正經的 就是說那個人已經無敵了 這樣就對了 一樣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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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古早在說努聰 有人在說就有 暗君金很大條 這個怎麼有 不過另外一種應用是好意的 說這個就努聰人 真有刺拚開 這樣說七刺五白也說得通 原來刺的職業生意這麼多 有的又說不完 總是國政認真去兵足了 這都帶在大書店記載 你不可以跟我閒 閒說國政要說了 不打不穿 這樣我就感覺滿意到開心了